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挑战性的国际议题 首先 唐纳德 特朗普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然而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指控 因为台湾的成功源于其技术积累和政策支持 接着 我们将分析美国在推动以八停火努力中的挫折 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历史 宗教和政治矛盾 最后 我们关注卡玛拉 哈里斯在总统选举中的前景 他的多元背景和丰富经验使他在选民中拥有广泛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国际舞台上 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博弈让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首先 我们聚焦在唐纳德 特朗普对台湾的指责 他声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这个指控无疑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 声称台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美国的技术 但专家们纷纷出来反驳 指出这些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台积电 TSMC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其技术和市场地位是经过多年努力采取得的 台积电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 更是台湾政府和企业在政策上的持续支持 和大规模的投资 台湾在研发和制造方面的持续投入 使其在全球芯片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资深科技记者Lucy Wong在接受民进采访时提到 特朗普的指责是不公平的 对于台湾的研发成果和技术进步是极大的误解和误导 她进一步解释道 台湾的芯片产业不仅是通过自身努力崛起的 而且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 美国在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的努力中 屡屡受挫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以巴冲突的历史 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中期 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宗教 政治矛盾 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最动荡的地方之一 尽管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国 曾多次介入调停 但每次都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华尔街日报的中东问题专家 David Brooks撰文指出 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和以色列 巴勒斯坦内部的强硬派势力 是导致停火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每一次停火谈判中 美国不仅需要平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利益 还必须考虑到中东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 大力推进的世纪协议 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了重重阻力 现任总统拜登则试图以更温和的方式介入 但成效依然有限 Brooks指出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东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是区域矛盾 更有全球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 而在美国国内 卡玛拉、哈里斯的政治前景 也成为热门话题 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哈里斯在政坛上的表现备受瞩目 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 她在多个关键州的支持率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教育和医疗等议题上表现突出 哈里斯的多元背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使她在选民中拥有广泛的支持 民主党内部对她寄予厚望 希望她能够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 击败特朗普 续写民主党的辉煌 纽约时报政治分析师Jane Doe认为 哈里斯的竞选不仅是一次选举 更是一场关于性别 种族和社会公正的重大考验 但就在民主党内部充满期待的同时 特朗普团队却发起了一场针对哈里斯的阻击战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 试图阻止哈里斯使用拜登的竞选资金 称这是一场价值9150万美元的抢劫 特朗普的律师大卫沃林顿表示 这笔钱应该专门用于拜登的竞选活动 而不是哈里斯的 民主党则坚决反驳 称这些资金是合法筹集 符合竞选法案的规定 华尔街电视记者在报道中 形容这场争夺战如同一场政治闹剧 谁能笑到最后还需拭目以待 此外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还面临其他挑战 科技大亨埃隆 马斯克被媒体报道 每月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捐赠4500万美元 但马斯克迅速澄清 这完全是虚假的消息 他在推特上表示 自己并没有向任何政治活动捐赠这笔钱 呼吁媒体应当更加负责 华盛顿邮报对此事进行了深入调查 发现这则消息确实来源不明 可能是竞选期间的故意抹黑行为 与此同时 特勤局官员也敦促特朗普 停止安排大型户外集会 理由是这些集会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风险 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保护总统候选人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希望特朗普能够理解并配合 纽约时报的安全专家评论道 在这种高风险的政治环境中 任何大型集会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安全威胁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 特朗普的副手JD万斯因性别歧视言论 再次引发争议 万斯在一次演讲中发表了不当言论 立即引来广泛批评 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带来了新的困境 为了转移注意力 特朗普计划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 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 试图将公众焦点转移到对手身上 华尔街电视指出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策略 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相反 哈里斯在首次竞选集会上 则批评了特朗普 强调了关于堕胎权和投票权的重要议题 他表示 特朗普的政策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极为不利 呼吁选民支持他和拜登 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哈里斯的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 许多支持者表示 他的言论让他们感到振奋和鼓舞 CNN评论员指出 哈里斯的演讲不仅是一次政治发声 更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全面反击 在这场激烈的选战中 特朗普的侄子在新书中揭露了特朗普的种族歧视爆发 揭示了这位前总统更多的争议性行为 书中描述了特朗普在家庭聚会中的一些不当言行 让人们对他的真实面貌有了更多了解 该书的出版再次引发了对特朗普个人品行的质疑 让他的竞选活动雪上加霜 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这本书带给公众的不仅是八卦 更是对一个公众人物的完整审视 哈里斯的加入使得这场选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他将以检察官对抗罪犯的姿态挑战特朗普 这可能会激发特朗普最糟糕的本能 哈里斯的法律背景和强硬态度 让他在辩论中占据了优势 而特朗普则需要找到新的策略 来应对这位强劲的对手 纽约时报的政治专家指出 这场辩论不仅是政策的对决 更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 拜登放弃连任 全力支持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消息无疑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哈里斯能否克服性别歧视的障碍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微弱领先特朗普 这场竞选将会是一场激烈的对决 明镜火拍的分析师指出 哈里斯的竞选不仅是一次政治比赛 更是一场关于美国未来的重大选择 综上所述 特朗普、哈里斯和拜登之间的政治博弈 不仅影响着美国的未来 也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战都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聚焦三个国际热门话题 从芯片争端到中东和平 再到美国总统大选 精彩不断 首先我们聊聊特朗普和台湾的芯片大战 特朗普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这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剧情 但实际上完全不靠谱 台湾的芯片巨头台积电 TSMC 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领军者 靠的是技术积累和持续创新 而不是小偷小摸 台积电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亿计的投资和研发 早已远超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 所以啊 特朗普这番指责听起来不过是老调重谈 意在炒作自己而已 毕竟选举年嘛 能抓住的热点都得抓 接着我们来看看 美国在以巴停火努力中的滑铁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牵涉的历史 宗教和政治问题 复杂的像一部签页小说 美国虽是超级大国 多次尝试调停 但往往无功而返 这背后有多个原因 包括美国内的政治压力 以巴双方的内部强硬派 以及中东地区 其他国家的影响 要在这么一锅 烂州里找到一根和平面条 难度可想而知 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中东地区面临的挑战 就像打游戏碰到的最终BOSS 总是难以通关 再来 聊聊卡玛拉·哈里斯的 总统选举前景 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哈里斯的每一步都备受瞩目 最新民调显示 她在多个关键州的支持率领先 这让她在2024年的 总统选举中信心满满 哈里斯的多元背景 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尤其是她在气候变化 教育和医疗等议题上的立场 赢得了广泛支持 她的团队也在积极准备 势必要在选举中大展拳脚 如果她成功当选 这不仅将改写美国政治史 也将对全球政治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届时美国政坛将迎来一场 前所未有的变革 说到选战 怎么能少了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抢钱大战呢 特朗普的团队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 要求阻止哈里斯使用拜登的竞选资金 称这是价值9150万美元的抢劫 特朗普的律师大卫·沃林顿表示 这笔钱是为拜登竞选活动专门准备的 而不是哈里斯的 民主党则反驳 称这些资金完全合规 双方的口水战就此展开 谁能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科技大亨马斯克也被牵扯进来 据传他每月向特朗普竞选捐赠4500万美元 这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然而马斯克迅速在推特澄清 称这完全是假的 并呼吁媒体负责任的报道 这一乌龙事件在一次提醒我们 选战期间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真伪难辩 特勤局最近敦促特朗普停止大型户外集会 理由是安全隐患增加 毕竟保护总统候选人的安全 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特勤局这番话 听起来像是老妈子在叮嘱孩子 小心安全 特朗普能否听进去 还真是个疑问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哈里斯在竞选中的表现 他在首次竞选集会上 猛烈抨击特朗普 强调堕胎权和投票权等议题 呼吁选民支持他和拜登 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哈里斯的演讲 引起了热烈反响 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美 特朗普的侄子在新书中爆料 揭露了特朗普的一些种族歧视行为 这本书的出版 无疑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泼了一盆冷水 哈里斯也没有闲着 以检察官对抗罪犯的姿态 将选战推向高潮 总之 这场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注定充满戏剧性和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感谢收看本期六度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朗普指责台湾偷走芯片产业 真相曝光 唐纳德 特朗普曾公开指责台湾 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然而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实际上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并非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 台湾的成功 主要归功于其长期的技术积累 持续的创新投入 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TSMC成立于1987年 是世界首家专业集成电路制造服务公司 凭借其无晶圆厂 Fibos 模式 为全球众多科技公司提供服务 TSMC的成功背后 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 和持续的研发投入 其在技术工艺上的领先地位 使得全球众多科技巨头 依赖其生产芯片 台湾政府也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台湾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这包括设立科学工业园区 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 吸引海外人才和投资等 这些努力使得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中 逐渐展露头角 最终成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重要基地 特朗普的指责无疑是对台湾努力的误解和误导 台湾的成功是其远见 努力和投资的结果 而非偷窃他国技术 美国推动以巴停活努力 为何屡屡受挫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由来已久 其根源复杂 包括历史 宗教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 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 长期以来一直尝试在以巴冲突中 扮演调听者的角色 但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下是几个关键原因 一、历史和宗教矛盾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远远流长 涉及宗教信仰和历史遗留问题 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 定居点问题 难民问题等 都是复杂且敏感的议题 难以通过简单的外交手段解决 二、内部政治压力 美国政府在处理以巴问题时 常常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 美国国内的犹太选民 和亲以色列的政治势力 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 这使得美国在推动和平进程时 必须平衡国内外的多重利益 三、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复杂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等 都对以巴冲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使得美国在推动停火和和平进程时 面临着多方博弈的复杂局面 四、强硬派势力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都有强硬派势力 这些势力往往对和平谈判持抵制态度 无论是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 还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 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和平进程的发展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仍然是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卡玛拉·哈里斯有望在总统选举中大胜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其在美国政坛上的表现备受瞩目 她的多元背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使她在选民中拥有广泛的支持 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 哈里斯在多个关键州的支持率 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她的竞选团体也在积极筹备 为2024年的总统选举做足准备 哈里斯的胜利不仅将改写美国政治史 也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哈里斯的政治经历丰富 包括担任加利·弗尼亚州总检察长 和加利·弗尼亚州参议员 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她积极参与气候变化 移民改革等议题 展现了其领导能力和政策主张 她的竞选团队也在强化其形象 特别是在女性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中 哈里斯拥有较高的认可度 总结来说 哈里斯的竞选前景相当乐观 她的胜利不仅将开启美国政治的新篇章 也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特朗普指责台湾偷走芯片产业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台湾的成功完全依赖自身的努力和投资 TSMC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领军企业 靠的是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创新 而不是偷窃美国的技术 特朗普的指责不仅无理 还体现了它对于国际供应链的无知 再说了 如果真要比谁偷得多 美国自己不也有不少黑历史吗 别忘了 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 美国可是直接从英国偷了不少技术呢 楚天书 你说台湾靠的是自身努力 我不否认 但你也不能全盘否定特朗普的说法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入巨大 这没错吧 这些技术和资金流向台湾 难道不是美国的贡献 台湾确实有能力 但你不能忽视美国的帮助 你说美国偷英国的技术 那是200年前的事 现在我们谈的是现代经济 不是历史课 再说了 特朗普的指责 更多是为了博取眼球 政治操作罢了 好吧 既然你提到现代经济 那我们就谈谈吧 美国推动以巴廷火努力屡屡受挫 这可不是因为美国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对 以巴问题可不是简单的政治纷争 而是牵涉到宗教 历史 民族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美国每次都以世界警察自居 结果呢 除了让中东更乱之外 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好比一个消防员 拿着水管却不会用 喷得满地是水 还指望别人感谢他灭火呢 真是滑稽 楚天书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现实是 美国在中东的确有很多成功的调停案例 比如1979年的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 不也是在美国的推动下达成的吗 你不能因为几次失败 就全盘否定美国的努力 美国的外交政策复杂 内外压力大 但他们并不是只会喷水的消防员 况且以巴问题本身就难解 美国能在这片泥潭中坚持几十年 已经算是尽力了 你总不能指望一个医生治好 所有绝症吧 谢奇奇 你这话说的妙 但我们看看拜登宣布不寻求连任 而是全力支持哈里斯 真是个大新闻啊 哈里斯可能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 这简直是个历史性时刻 她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 多元背景和敏锐的头脑 再看看特朗普老对手又出来了 但这次她能赢吗 别忘了 哈里斯可是检察官对抗罪犯 她的法律背景 让她在辩论中占尽优势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次选战可能真是史诗级的挑战 就像唐吉赫德对阵风车 注定是场悲壮的战斗 楚天书你别高兴得太早 哈里斯要想赢可没那么简单 性别歧视依然存在 很多选民对女性总统持怀疑态度 再看看特朗普 他虽然争议不断 但他真有一群死忠粉丝 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 他有不少支持者 哈里斯能否克服这些挑战 还是未知数 再者 选战中变数太多 就像马戏团里的杂耍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摔个大跟头 特朗普可是经验老道的 政坛老顽固 哈里斯真要小心才是 人工智能 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